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马内与范迪克的没开二度 又禁区内盘带杀死比赛 可是这三个亮点 却凸显出技补席上三位球员的落寞 当飞奥尼诺受伤后 以利物普技补前锋的训练来说 司徒里奇应该成为这场比赛的首发球员 可是当首发阵容出来以后 很多人都为奥里奇的首发大跌眼镜 毕竟奥里奇可是前两个转回窗口利物普想卖出去的球员 只是因为转回费没谈妥 而留在利物普而已 以球员的名气与技术而言 司徒里奇更配得上首发 但是 奥里奇用进球告诉克洛普 他的顺位 应该排在司徒里奇前面 本场比赛奥里奇出了进球以后 在左跟队右的配合也十分频繁 在下半场与马内的配合差点 送出了一个助攻 这样的优点比相对比较独的司徒里奇强多了 司徒里奇至今依然未跟利物普完成序约 年初转会窗开起的时候 甚至又传言他会加盟西甲的皇家贝蒂斯 种种迹象表明 司徒里奇下赛季已经不在克洛普的计划内 一代神风都如此落寞实在有些可惜 另一位让人感到惋惜的球员 那就是利物普的对象亨贝森 亨德林本场比赛 被克洛普安排在替补习 上场比赛亨德森被换下时 甚至与克洛普发生了一点矛盾 虽然 事后克洛普做出了解释 但是不难看出克洛普对于亨德森在后摇位置上的不满 因为上场比赛利物普对着曼莲时侵略性实在不足 导致灵比赛与曼莲握手言和 作为利物普的后腰亨德森防守时确实实稳健 可是 他一直被球迷系称为横向德布劳内 这是因为他前转分球实在太少了 英超进行了28轮加上欧挂比赛 亨德森都没取得助攻与进球 这样的数据与残入加境的法比尼奥相比有些逊色 再寄出法比尼奥 虽然北克洛普认为还不适应应超节奏而无法参加比赛 可是当法比尼奥适应了应超节奏以后 他逐渐坐稳了手法的位置 至今取得一球两助攻的数据 法比尼奥与亨德森同样是后腰 可是法比尼奥向前分球的意识更为明显 这可以丰富利物普的踢吧 如此照些情况发展下去 亨德森会被挤成利物普的手法阵容 还有一个落寞的球员就是沙奇里 本场比赛也坐在替补席 飞尔尼诺受伤后 沙奇里可以顶在右边路 要撒拉赫成为中锋 可是最近这几场比赛 沙奇里却很少手法 这其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经历过赛季初的高官以后 很多球评价都认为 沙奇里是阴场本赛系最超值的演员 为什么现在高官不在呢 进入三月份 张伯伦回归以后 沙奇里还没高官的表现 出场训内 很可能会排在张伯伦后面 本场比赛利物普虽然很多闪光点 可是最大的闪光点 还是取得了五个进球 可以拉近与曼城的竞胜球优势 六年前利物普与曼城争冠的时候 利物普与曼城积分相同 可是当时满城的竞胜球比利物普多九个 为了弥补这样的差距 罗杰斯在对阵水晶弓时 大打进攻足球而不顾后防 最终因为进攻投入太多后防空虚 领先三球的情况下被水晶弓追平 最终彻底无原因超冠军 这是利物普当年最早大的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注意